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咱们是陀螺一本人气 因为它是采用无刷电机来设计 所以各地的磁场不一样的话 会对它的使用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好 那么现在第一步我们应该干什么 第一步把这个手柄拿出来 这个红色的按键对准自己白色的按键 对准外面 因为这个红色的按键是上下左右控制云台 投抚养的这个是模式键 介绍一下 这个是开关电源键 好 这是无限天线 但是呢 在您没有买那个卧龙手柄的时候 可以不用安装它 好 下一步呢 拿出来电池 这边是正级 但四个锅的 这边是负级 一定要分清楚了 正级冲下 冲里面 一节 二节 两节 三节 四节 一定千万不要装反了 好 我们把盖子盖上 然后拧紧 这是第一个步骤 然后把这个红色的按钮 冲着我们的身体 好 第二个步骤 我们拿出来快装板 把这个四分之一的螺丝放在和这里焦垫 挨着这里处 好 我们装上相机 在这里相机和镜头的连接处啊 有一个螺丝有一个螺丝相机的螺丝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槽和相机的螺丝正好 在这个槽的正中间 这样的话 这个快装板就是装正的 我们拿葫芦片把这个锁紧 好的 好的 锁的非常紧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个步骤就是拿出来 这个陀螺仪的三轴 把这个一定要在这个电机 我们就把它分为XYZ三个 三个电机 我们把外轴靠近自己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一个扯的 好 我们往后 装上 拧住这个螺丝 这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是装5D3的话 我们在装相机之前啊 先把它偏过来 这个边离边有个六七毫米 就OK了 好 锁住 我们把机器装上 好 因为这个是装的 460D已经有和五六年的历史了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时间呢 是右臂特别特别重 对吧 往下降 我们呢 就把它往回收一点 就OK了 好 收一点 有些倾斜这都没有关系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开机其实就是 就都可以用了 但是呢 为了我们适应当地的磁场呢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纠正 是怎么样呢 把它关掉 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给它调平 第一个 要先调的就是镜头和机身的平衡 诶 好的 可以发现 它前后 已经是平了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 整个是这个 是歪的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有几个歪的方式 一种是这种 它太重了 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 左边重 这样的 第一次 我们在适应当地的时候 一定要将这个臂调到特别平 大家可以发现 OK 非常平 好 我们就在这里给它锁几根 好 锁住 大家可以发现 好 平的 平的 那么第三个步骤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握着双手柄 在这另外两轴平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过来 诶 大家可以发现这是什么问题 对吧 好 我们就把这个镜头的轴和 后方这个电机轴 放在同一水平线上 我们手里拿着这个红色的按钮冲上 我们看哪边重 大家可以发现 是不是电机方向重 电机方重 这是说明 它的后方的重量 大于了前方相机的重量 我们把这轴也给它调平 松开这个手扭 凝反了 好 好 我们把它往里来一点 好 再来点 先锁住 再试一下 诶 可以了 好 可以了 两边也平了 OK 确实是可以了 好 两边不倒了 刚才它就是这样倒的 你看停哪都可以 这说明这三轴都平了 好 我们再把这轴锁紧 好的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让它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校正 适应一下当地的你们当地的磁场环影 好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就是双手来握着放在一个很平的桌面上 在这个旋钮的旁边有一个红色的小按钮 好 连按三下之后它就进入到自动浇正的模式 我们先开机 开机 好 马上开始 一二三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自动浇正 首先是左边 90度 然后呢 转向最右边 90度 然后接下来 将上检测 好 再到最左侧检测 OK 好 全部自动纠正完成了 好 我们 再关一下机 好 开机 好 可以了 好 向下 一模式 向上 好 左跟 右跟 切换一下 二模式 上下不跟 这样就可以模拟尤壁 好 第三个模式 全锁头 左右都不跟 上下也不跟 好 再切换一下 又是一模式 那么 在开机的情况之下 只要一按开机 它默认的就是全跟随模式 好 一开机 就是全部坑嘴 好 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好的 学会了吗